这几天可能很多舆论甚至很多网民就像刚才那个人 他可能会觉得在你这里打卡或者说一句抽水 他在网上会很开心的 但你自己看到会不会加伤了你的伤痛 其实我一向都有感觉 好像我不知道 我也是要这么说的 其实我有感觉 香港最近人的质素比以前差很多 以前我都几十岁了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20-30岁的时候 是很有温情的 遇到别人是悲伤的东西 会安慰会去体谅 但是不是好像现在的世代的人 哇 开心了 看到你这么坏了 你坏了又是开心 这个心是不能要的 我希望改进一下 你自己看到网上的评论都会不会不开心 现在我就不看那些评论 因为看到好的 当然好的 但是看不到不好的话 也都令到自己的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不管了 总之做回自己的事情 总之我要保持住 我自己都要强大一点 如果我想了 Kritsch是怎样的 我需要去保护一下 首先保护自己 就好像坐飞机也是 首先让那个氧气抹机 自己先救活自己 我常常保住这个信念 我一定要强大 我一定要站得稳 这样我才可以帮到Kritsch 嗯 好